距離比賽大概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開始把防寒衣拿出來試穿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試穿的話 上半身的緊繃甚至肩膀活動度 可能都跟你沒有穿防寒衣會不太一樣 那今天我們就會和大家分享怎麼把防寒衣穿上去 其實穿防寒衣有一個原則 就是不要從它的遠端去拉防寒衣 因為防寒衣都會有彈性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腳踝拉起來 可是你在大腿的地方拉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拉上來 我們第一件事情呢 不要直接把正面的防寒衣開始穿 因為這樣你會在大部分的行程 都是從防寒衣的遠端在拉它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防寒衣 庫管的地方反折出來 那我的方式會拉住膝蓋 就是伸進去拉住膝蓋 然後把內裡的部分拉出來 有些夥伴呢可能會使用塑膠袋 用塑膠袋的話 你就把它套在腳上 伸進去之前要先注意 就是正面的logo要朝前 當你穿上去之後 才發現是反的 你會花很多的力氣 有塑膠袋的方式呢 很容易就可以把腳踝套進去 那我們套的高度盡可能在腳踝上 拉的越高越好 這可以幫助你等一下要把整件防寒衣穿上來的時候 不會那麼費力 那假設你沒有塑膠袋 其實也沒關係 就我們已經把防寒衣 從膝蓋以上的部分反折出來 所以你就是像穿襪子一樣 把腳踝套進去 用力往下踩 它同樣也可以把你的腳踝 穿出防寒衣之外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稍微往上拉 那特別注意 有時候防寒衣會像這樣子蓋住你的下管 那我們稍微把它往上翻 然後慢慢的拉上來 只要過了膝蓋之後呢 剩下的空間就會變得蠻好處理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防寒衣往上拉的過程 我們可以利用抓住腰部跳一跳的方式 把防寒衣穿上來 穿上來之後呢 你可以檢查一下你的膝蓋有沒有皺褶 或者是大腿的地方有沒有服貼 其實這樣就可以很容易調整 下半身防寒衣的位置 那下半身其實是防寒衣比較難穿的區塊 只要你把防寒衣的下半身穿好 其實大概已經九層算是完成了 那如果我們穿到上半身呢 你是比比較短層像515的比賽 可能都會直接把鐵人衣穿在上面 但如果你是比113226或者像普悠瑪CT這些比賽 它的轉換區距離很長 你甚至可以把上半身的鐵人衣不穿 然後捲在腰部 那這可以讓你少一個肩部活動的限制 尤其是你是有秀的鐵人衣 在還沒有把上半身防寒衣套上來之前 你可以先抹上凡事領或者是一些防摩擦霜 避免上半身的抹擦 那我們在穿上半身如果是有秀的防寒衣的話 不要一次把兩隻手套進去 因為這樣你會好像戴了手套 兩隻手會很難活動 可以先把手錶拿下來 一次做好一隻手就好 我們把上半身的防寒衣套上 盡可能可以把手腕的地方露出來多一點 那等到我們把肩部都確認完 再來往下來 調整好防寒衣上面的皺褶和位置 再套另外一隻的手 完成了上半身的穿著之後 就可以把拉鍊拉上 把防寒衣的拉鍊拉好之後 防寒衣通常都會有一條這樣的袋子 那這個袋子的目的就是讓你把它固定在緊後 是你一上岸就可以抓到你的這個拉鍊 然後把防寒衣脫下來 那這時候其實防寒衣不會是一個最完美的狀態 不是哪邊沒有平均的分配 所以如果沒有穿得很好 你也不用很執著一定要在岸上把防寒衣穿好 你可以下水或者是你拿一罐礦泉水 拉開你的領口倒一點水進去 那這時候水會往身體的下方流動 會好像在防寒衣裡面抹一層潤滑油 因為現在防寒衣的狀態是有點像真空的 那有了一層水進去之後 它會重新分配防寒衣的鬆緊 同時這個水會跟你的體溫慢慢的接近 下水之後防寒的效果 會比完全乾燥的狀態來得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防寒衣的穿著 如果你在比賽過程當中有需要使用防寒衣 千萬要在賽前先做一次練習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對大家有幫助 掰掰